因为常常在不管是贩卖机啊 或者是要这个停车的时候呢 都会用到这个投币嘛 那投币的这个投币口 既然被人家拿这个吸管呢 把它折成一个V字形 塞进去了可以提钱出来 吸管先下起 好下起完全集进器 将吸管折成V字形 塞进贩卖机的投币口里 这不是小孩子恶作剧 一名窃贼利用吸管 将屏东果车站的贩卖机 当成提款机 里面的沙袋里面 那我们我们要买 要买饮料的理科 他看不到吸管 包括我也看不到吸管 那他呢就投币 一般旅客他要投币的时候 钱投下去嘛 投下去的时候 我们吸管已经在这里了 他就挡住了 吸管挡住了 钱就没有办法投到这边 等旅客走的时候 走的时候他就开始 拿来把这个硬币压出来 不知情的民众投币买饮料 硬币偷偷被吸管卡住 账务人员说好多旅客 抱怨贩卖机吃钱 他还自掏腰包赔钱 没想到贩卖机根本不是故障 而是遭小偷 发生多久了 有一个多月有了吧 一个多月 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只知道 只知道这边建厂故障 硬币卡在吸管后 切得债券 没人注意夹出所有硬币 根据了解 一次可以得手8到10枚硬币 如果都是50元硬币 一次可以提领到400元 最后可疑行进 被账务人员发现 人当巨货 中文章春华 评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